几日,冬夜足球总编卡梅伦受邀接受了澳大利亚媒体SBS的采访,他表示中朝应该开放亚外名额。 卡梅伦表示,虽然中朝希望优先确保本土球员的上场机会而限制外援,但是亚外规则在整个亚洲是一个普遍的标准,而且这项政策对于及时培养本土人才的联赛,比如中朝,也是一项有益的平衡性政策。 此外如果俱乐部没有盈利,那么已经外援超过一定的转会费数额,还会被征收100%的调节费,而基本上没有俱乐部失盈利的,以为缺减外援数量,最终会让中朝成为一个低水平的连赛。 目前来说,球场上的外援越来越少,因为着他们的比赛质量越来越差,而且,这也让中国球员失去了比很多高水平球员比赛的机会。 亚冠联赛仍然是3加1的外援政策,这会让一些中朝俱乐部在亚冠比赛是处于劣势,因为他们不会购买只能在亚冠出场的亚洲外援,因此,当中朝球队参加亚冠时,会遇到更多忙。 最后谈到中国足球未来的举动,坎梅伦直言,中国足球更有可能进一步削减外援,而不是放宽敏额,即使未来足球全面禁止外援也不必感到奇怪,话说回来,事实已经证明中国足球是一个很难预测,并且总喜欢突然做出重大变化的机构,因此预测未来中国足球的走势很困难。